週末夏日,屏東東港碼頭一早就湧現人潮 人來碰上農曆七月結束後的第一個週末 加上先前颱風接續來襲,無法出遊 大家悶太久趁好天氣出遊 搭船前往小琉球,人潮滿滿 也有不少家長帶著小孩玩水同樂 週末一大早,遊客湧入碼頭排隊準備搭船 提著大包小包上船,藏不住出遊好心情 遊客臉上滿是期待 可能我覺得會等一個小時以上,真的很多 真的滿滿都是人 屏東東港十六號一早 不少民眾趁著農曆七月結束 排隊搭船準備前往小琉球 加上有業者舉辦抽船票活動 扣票現場相當熱鬧 而航運公司也陸續加開航班來輸運人潮 因為今天是農曆七月後第一個假日 所以人潮的話會比以往多 那多的話預計比以往的假日大概多出兩成左右 那登島人數的話會 今天整天預計破萬人登島 今天預計加開二十四萬左右 小琉球萬人登島,聲況在線 轉往潮州鎮,林後四林平地,森林遊樂區 也有不少家長帶著小朋友親子同遊 洗水吃力,有小朋友坐在泳圈上 還有人拿水槍射水 玩到全身都濕了 家長們也在一旁看得好開心 把握好天氣,全家大小出門散心 親子唱完,滑民溫馨 前路在下雨,都跑室內心 也不深啊,然後風氣也好 所以我想是很適合旅遊的時候 民俗越後第一個週末 加上先前颱風街連來,無法出遊 大家趁著好天氣,出門解悶 記得說是會有屏東採訪報導